欸 知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我這個圖這樣畫出來 同學他圖是不是長這樣 可以嗎 我現在喔 這個數字要教夠吧 請問你喔 同學這個-24這個點喔 你把它空起來 還有24這個點你也把它空起來 請問同學這兩個點我們稱為叫什麼點 欸 我們講過這兩個點叫什麼點 叫折點啦 為什麼叫折點 因為你看嘛 你如果比2大或者比2小 你絕對值是不是都可以拿掉 如果你比2大絕對值拿掉 那當然沒問題啦 因為它是正的嘛 但是如果你比2小絕對值拿掉 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換句話講 在2的左邊跟右邊 它x的係數會產生變化 因為你要變成有沒有加一個負號 那這樣子會影響到x的係數 簡單來說 它的x係數會改變嘛 那改變的時候就影響這一條直線的什麼斜率 聽懂嗎 所以它的斜率直線的傾斜程度 在這個地方就會產生轉折 所以這兩個點很重要 這兩個點稱為叫什麼點 這兩個點叫折點 所以它圖畫出來是這樣 這樣懂得懂 圖畫出來是這樣 然後從這個圖裡面啊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欸 請問你喔 不管s是多少帶進去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當然就是4而已嘛 對不對 你可以任意的無限大沒有關係 但是你最小最小 你的高度最低最低 最低是不是就是4而已 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欸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今天你的A等於2的話 你的最小值 來 Minimum 會等多少 會等一次 欸 懂不懂 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個人喜歡用圖形來做這個題目 然後再來第二種情況 來 第二種情況 我們大家一起來喔 f of x 來 等於 如果等於負8 喔 等於負8喔 所以這邊會變成s怎麼樣 s減8的絕對值 再加上 來 這裡是s減2的絕對值 OK 我跟你講喔 還是要秒點喔 這個學測考過好多次喔 來 我問誰呢 這個已經問到不能問了 來 問小文好不好 小文 你這一樣要畫幾個點 一樣是4個點啊 對不對 我們從高一就訓練同學到現在嘛 來 s y 4個點喔 好 那我來問小文 到底是要秒哪4個點好不好 欸 哪4個點 2 跟誰 8 那8的左邊找誰 9 2的左邊找誰 1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兩個點 2跟8就是什麼 就是折點喔 折點你要畫在中間 這樣你聽到嗎 這兩個點叫折點 OK 來 那我們現在算一下喔 8帶進去的話是多少 8帶進去是6 2帶進去是多少 2帶進去也是6 9帶進去的話是多少 9帶進去的話是8 所以這個圖畫出來會長什麼樣子呢 這個圖畫出來跟上面這個圖長得幾乎是一模一樣 最好 它會通過26跟86對不對 所以它圖形會這樣喔 哎呦 這個是8痘點6 哇靠 今天這個有夠熱 熱力了 來 這是2痘點6 然後再來它會通過98對不對 98 所以是往這邊喔 98在這裡 9痘點8 然後另外一個是1痘點8在這裡 1痘點8 這樣了解嗎 我覺得它這兩個點就是我們的什麼點 就是我們的折點喔 這個我們從高音就開始教喔 這個絕對值跟圖形做結合 這很重要喔 欸 請問你喔 從這個圖形裡面你應該可以看出來喔 不管你的x是多少 你的最小值 最小值 最小最小最小就是多少 欸 你的x如果在2跟8之間的話 你就會產生最小值 叫做誰 叫做6 這樣聽到嗎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圖裡面你可以看出來 你的最小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6喔 這樣行不行 可以喔 我等你喔 I waiting for you 快點 我不會講很快喔 慢慢來 欸 看一下喔 直播我在跟我看一下喔 可以喔 好 那我們是不是準備來看這一題的答案喔 欸 同學看我這邊 我問你喔 他這個 老師請問大家的問題 我看一下 他說 f of x 的值不可能會下列哪些選項 欸 我問你喔 f of x 的值 欸 我問你有沒有可能是8 你看圖 他是這種情況或者這種情況有沒有可能是8 有可能啊 8有可能啊 對不對 我問你有沒有可能是5 你們到底知道的題目在問什麼 欸 同學你知道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他說不可能是下列哪些選項 其實這很簡單啊 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誰跟誰 欸 同學我問你f of x 有沒有可能是3 當然不可能啊 你告訴我 你x帶多少會得到3 不可能啊 你看這邊的x不管帶多少 他最小最小就一定是從4開始嘛 最小最小是4 啊這裡最小最小是6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或這種情況我問你 你能找到一個x帶進去會讓他等於3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這是不可能的啊 對吧 所以這一個選項要選啊 那我問你還有誰也要選 這個第五個選項也要選啊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等於1啊 你怎麼可能等於1 這辦不到的 對不對 啊 等級你等於4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如果是這個圖的話 你看這裡帶進去是不是都會等於4 這是辦得到的 這樣你有了解嗎 知不知道你講什麼 這個題目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畫圖大概就OK了 好 所以這一題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答案應該要選第4跟第5個選項 好不好 這個題目應該還相對單純喔 OK 來 我們再講一題 來 我們現在終於把多選題講得差不多 我們現在進入單選題的世界這樣好不好 單選題我們先從那個第7題開始看 來 那個第7題喔 同學你給他幾個贊 給他兩個贊 這個題目算是還蠻平時的一個問題 沒有什麼觀念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一個等差數列的核 等於首相與末相的核 乘體像素再除以2 這是數學王子高斯 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這個規律性 但是普遍學者們相信 這個公司最早可以追溯到普基拉或普外基拉 你不覺得前面這個包裝真的很無聊對不對 就講一堆有了沒了 好 那現在重點在畫面這個題目 他說an是一個什麼數列 是一個等差的數列 他會把它畫起來 他跟你說an是什麼數列 是等差 這樣可以喔 是等差的數列 然後他還跟你說 他的公差株 株是一個什麼 不等0的整數 是不為0的整數 然後他又給你一個條件 他說這個數列的第8項 加上這個數列的第11項 再加上這個數列的第14項 加起來講個多少 加起來等於0 然後他要問什麼東西呢 他問你Sigma 哎呦 Sigma這個東西竟然出現了 Sigma K從1到多少 1到23 A K 問你說他的值可能為下列合者 哎呦他有5個選項 你看這5個選項我寫一下 第一個叫負的45 來 第二個叫做負的22 第三個叫做負的22 來 第四個叫做43 來 最後一個選項 叫做46 他說可能為下列合者 好 哎 頭小我問你 這一題你會怎麼做 我不知道你考試在想什麼 不然我們用最基本的做法 不帶任何技巧的做法 通常這個東西 我問你啊 你看到它 你會想怎麼處理? 這個東西你會想怎麼做? 這個 我覺得最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同學 這個第八項 我們處理這種等差等比的問題對不對? 朋友問你 第八項其實它是首項 A1 再加幾個公差? 講話啊 同學 第八項是首項再加幾個公差? 七個公差嗎? 我這樣寫你可以接錯嗎?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問你 第十一項 它是首項叫做A1 再加幾個公差? 再加十個公差 這樣寫你沒有問題吧?對不對? 反正你就把首項跟公差 那個把它寫出來了 第十四項 請問你 它是首項再加幾個公差? 首項再加十三個公差 然後 他說這些東西你通通加起來會等於多少? 喔 通通加起來會等於0 是吧? 他說呢 對不對? 那從這裡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這裡是三倍的A1 三倍的A1 然後加上七個公差 十個公差 十三個公差 所以這裡加起來是幾個公差? 三十個公差 會等於0 對吧? 對啊 它題目就給這條件 然後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從這裡就可以整理出來 來 A1 再加上十個公差 十五位等於0 哇 原來它題目給的這個條件 其實就在告訴你 A1 加上十個公差 會等於0 換句話講 同學 這個數列的第幾項是0 欸 第十一項 這個就是它的第十一項 它第十一項剛好就是0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再看囉 題目問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誰不會寫啊? 來 我問你 同學 這個東西是誰? 欸 我們把這一題做完就好 都要問你 SIGMA 是什麼? SIGMA 是產生加號的機器啊 K從1到23 所以你把它打開之後 叫做 A 什麼? 叫做 A1 加上什麼? 加上 A2 再加上 再寫一個 A3 再加 A4 對不對? 加0點點 加到 A 的多少? A 的23啊 對不對? 這個題目是不是這樣? 這個題目就這樣 然後 同學 我們再來整理喔 你看 這個是 A1 請問同學喔? A2 是誰? A2 就是 A1 再加一個公差嗎? 然後再來 加上 A3 就是 A1 再加幾個公差? 兩個公差嗎? 對不對? 然後 加點點點 中間好多我就不寫了喔 加到最後一項 第23項 第23項就是首項 再加幾個公差? 22個公差? 我這一題喔 刻意不用一些很特殊的角度揭入 我用一個很平反的角度揭入 就是他給你的條件 你就全部畫成首項跟公差的關係嘛 這樣就好了喔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整理囉 請問你喔 同學這裡有幾個 A1 講話 這裡 一個碼 兩個碼 三個碼 到哪裡? 同學 我問你 總共有幾個 A1 23個 A1啊 來 寫上去 23個 A1 對不對? 然後 加上 請問你喔 幾個公差? 一個公差 兩個公差 加到22個公差 同學 我問你 一個珠 慢慢寫喔 一個珠 加上兩個珠 加頂點點 加到22個珠 90 總共有幾個珠 欸 這個 不會算嗎? 欸 我可以請一個同學幫我算 我找那個 我現在看到 李懿偉不要睡著 你在幹嘛? 幫我算這個東西啊 這個 加起來是多少 幾個珠 靠 你 這不會算喔? 這珠把它提出來啊 對不對? 然後 這邊就 1 加2 加3 加到哪裡? 加到22啊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 這個東西 要怎麼算? 來 李懿 我問你 1 加到22 怎麼算? 欸 1 加到22 就 2 分之什麼? n 再乘上什麼? n 加1啊 欸? 欸?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東西 它會變成什麼? 欸 沒有錯吧? 所以這個約掉 11 所以這個會變成 23 乘 11 倍得出 喔 好像就這樣嘛 對吧? 所以這裡 再加上 23 再乘上 11 倍得出 嗯? 真的沒有寫錯嗎? 不知道喔 來 沒關係 整理一下 來 這裡都有 23 我們把 23 提出來 23 提出來 這裡是 A1 加上什麼東西? 加上 11 個珠 WOW 然後 這邊喔 唉呦 來 請問同學 這裡會變成 23 再乘上 A1 加 11 倍得出 同學 你知道 A1 加 10 倍得出是 0 所以這邊我這樣把它拆開 A1 加 10 倍得出 再加上一個珠 這樣寫可不可以? 對吧? A1 加 11 個珠嘛 就是 A1 加 10 個珠 再加 1 個珠 那 A1 加 10 倍的珠 加 10 個珠 這個是誰? 這個是 0 啊 對 是不是這樣子? 慢慢寫喔 然後 這邊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 23 倍的珠 WOW 同學 那珠是什麼? 珠是它的公差 然後 題目有講喔 它的公差是一個什麼東西? 欸 是一個不為0的整數喔 他說 這是一個不為0的整數 換句話講 同學 請問你 這個 Sigma K 從 1 到 23 的 A K 它一定是誰的倍數? 它一定是 23 的倍數 這樣沒有看懂嗎? 它肯定是 23 的倍數 那既然是 23 的倍數 來 請問你喔 夏令應該要選哪一個選項? 欸 這 5 個選項裡面有誰是 23 的倍數? 當然是有第 5 個選項啊 對吧? 第 5 個選項給它打工 這樣聽懂嗎? 好 懂不懂? 懂不懂? 可以嗎?可以嗎? 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欸 這會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 有得分嗎? 我們知道準項有得分嗎? 有得分 真的太好了 好 這一題應該還好吧 感覺就是